来关心台北市的防疫旅馆再报群聚感染 由于案17073和隔壁房的案17127 基因定序只差了一个位点 指挥中心在今天研判案17127 它是在旅馆内被隔壁805号房的病患给传染 因此这个17127就改列为本土个案 而这两个人都染上的是Omicron变异株 经过调查在旅馆的环境查验当中 发现在天花板还有隔间有小缝隙 会不会是传染途径 指挥中心还要再理清 是一个新的一个旅社的群聚 再报防疫旅馆群聚 这也是去年12月以来的第五起 而且又是北市的防疫旅馆 两名个案案17073和案17127就住在隔壁 12月底有三天入住时间重叠 结果两个人先后确诊 指挥中心透过基因定序研判 在旅馆内17073传染给17127 也改列17127为本土个案 两个人都染上Omicron 全基因的定序确认是Omicron 那彼此只有相差一个位点 所以他们是一个算是一个群聚 进一步匡列相关接触者 包含同楼层旅客 饭店员工还有病患的同住家人 PCR裁剪都是阴性 卫生局会采取的作为就是只出不进 那目前已经在里面的会移到其他的防疫旅馆 就同一楼层的 至于已经登记要入住的这个房客 他们会安排到其他的防疫旅馆去 防疫作为在升级 但外界也好奇同是隔离中的房客 没有直接接触怎么会群聚感染 北市官船局也指出将等待环境检测 查核空调设备后 旅馆按照规定改善 专家判断安全无余才能收住旅客 春节专案防疫旅馆的检疫防线 备受考验 记者人中侯正伦台北报道